造量厨房有很多方式 不过最简单的应该是在厨柜下方安装低电压造明 这不但兼具功能和装饰性 还可以适度造量工作范围 让您下厨的时候更愉快 造明出柜的方式很多 例如LED灯管不会产生高温 省电又耐用 寿命长达25年 不过提到出柜造明 大家通常会想到更先进的硬体线路灯具 如果您想安装硬体线路 请准备电工材料和工具 我们要进行的工程中 会用到容易安装的原灯组和调光器 将电源插头插入墙座上 圆灯外形小巧 并可营造台面气氛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灯组 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来安装 在安装之前 请仔细阅读制造商的指示 准备所有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lose.com slash chinese 可以提供很多列印的指示 工具和材料清单 以下是您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橱柜照明灯组 Phillips十字起 和标准螺丝起子 电钻和钻头 锤子 铅笔 安全护眼镜 另外可能还需要梯子 如果需要安装看灯 那么还需要准备孔具 首先工作区必须要清干净 所以请先清除台面所有的杂物 您可能还需要拿出橱柜里的物品 以便配线 接下来规划灯具的位置 基于安全和热度的原因 制造商要求灯具的间距 至少要12英寸 所以我们要在每个橱柜下方 安装一个灯具 大部分制造商建议 把灯具尽量安装在橱柜的前方 给台面最足够的照明 如果是全测式橱柜 可以将灯具和电线 藏在下方的砍孔中 规划电线的路径 您应该会想要隐藏电线和插头 有时候可以将电线穿过橱柜间的空隙 然后往下拉到冰箱后面的插座 有时候则需要钻孔 才能够将电线通过橱柜 规划好之后 在灯具的位置做记号 现在要开始安装了 拿掉灯座的镜面盖 将电线凹槽对着橱柜背面 把灯具放在记号的位置 然后用螺丝装上灯座零件 如果要在橱柜内部上方等位置 安装砍灯 只要用孔具钻出圆洞 安排配线路径再装上灯具就可以了 我们要将电源插头安置在冰箱后方 接着把连到插座的电线藏起来 我们的灯具组附有固定钉 只要用铁锤轻敲几下 就能安装在橱柜下面 多余的电线可以藏在橱柜中 或藏在两个橱柜之间 不过请注意 不要把电线和插头藏在墙板后面 如果您想把电线完全藏在墙中 请考虑使用硬体线路 如果要插上灯具 只要将接头划过预先安装的插销 然后推入定位就可以了 接着把接头插入缆线 您的接头可能不一样 请查阅相关的指示 接着安装剩下的零件 我们的灯具也有连接主电源的调光器 只要撕下背胶贴纸贴在橱柜上 再把电线连上插座就可以了 将灯具插上插头 看看能不能正常运作 如果不行 请检查插头有没有插好 等灯具正常运作之后 装回灯具的镜片盖 零件都安装好了以后 就可以收工了 好极了 我们现在有一些很不错的灯具 可以让工作更轻松 并让厨房更有特色 如果需要更新厨房的好点子 或其他如何做计划 请到lose.com slash chinese 观看有关影片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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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终